你好 我是微信公众号16顺丰的田文老师 这几个咱们来讲一下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看这里有什么考点 第一考点就是什么时候实行的 是2016年11月1日 现在是8月份 还有三个月就一年了 OK 第二个 咱们看四个字叫合法权益 合法权益 有一道选择题 问的是保障谁谁的 怎么样 是合法权益 那网约车就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网约车 网约车可以提供非巡游 除了非巡游 还得是非站点 就是不能巡游蓝客 啥是巡游呢 就像现在大街上看着的那种 出租车 它是来回溜达蓝客的 包括它还可以 在火车站点 飞机场那里站点蓝客 但是网约车是不可以的 对网约车的定位是高品质服务 差异化经营 网约车的价格是怎么定的呢 是市场调节价 但是 有一个判断题 只说了这么前半句 它是错的 因为还有后半句 城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除外 有后半句 关于网约车平台公司 咱们只看最后一条 就是说如果这个平台公司暂停或者不干了 终止运营的提前30日 咱们能顺便报告 以及通告提供服务的车辆所有人和驾驶员 一个是30日 一个是车辆所有人和驾驶员 什么车能从事网约车呢 这里有三条 在一个选择题里 多项选择题里 也只有这三个 没有第四个 那第四个说的是什么 说当地政府定的其他条件 那个是没有的 这里是只有三项 第一项是七座机极下乘船车 第二个是 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应急报警装置 第三个就是车辆基础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准要求 那什么人 就是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 符合什么条件 第一是取得相应主机架车型 驾驶证 并有三年以上的驾驶经历 第二是 无交通招式犯罪 危险驾驶犯罪 无吸毒 无酒户驾驶 最近连续三个基本周期 没有记满12分 第三条是 无暴力犯罪记录 如果他没有暴力俩字 那就是不能选的 因为犯罪一分 暴力和非暴力 对吧 第四个是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OK 这是对于人的要求 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暴力俩字 所在地 社区的市级 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这里需要注意 是社区的市级 然后是出租 两组关键字 网约车的经营行为 网约车 平台公司 就像滴滴这样承担的是成员人责任 如果说 在拉人的过程中 出现了纠纷 出现了事故需要赔偿 网约车承担的是先行赔付 先行赔付 他还保证线上提供的车辆和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一致 以及人 线上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和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驾驶员要一致 和驾驶员签订的是劳动合同或者协议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网约车 跟驾驶员签订的是劳动合同或协议 而巡邮车签的是劳动合同或经营合同 不一样 下一段说信息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记录的信息 这一长串 这一长串呢 咱们不需要记 但是咱们需要知道什么呢 这里没有包括银行账户 也就是 网约车平台公司不需要记录银行账户 这一数据进行备份 不需要对这个进行备份 可能是银行账户 可涉及到隐私 剩下的这些呢 是一些常识 也是考题的内容 但是不难 咱们可以读一下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公布 确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继承计价方式 明确服务项目和质量承诺 建立服务评价体系和乘客投诉处理制度 如实采集和记录驾驶员服务信息 在提供网约车服务时 提供驾驶员 姓名 照片 手机号码和服务评价结果 以及车辆 牌照等信息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合理确定 网约车运驾 这里也说了市场定价 是滴滴这样的平台确定的 实行明码标价 并向乘客提供相应的出租汽车发票 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妨碍市场公平竞争 不得侵害乘客 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为排挤 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 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这就是不能有不正当竞争 不能有价格违法 网约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 从事经营活动 超出许可经营区域的起一点一端 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 也就是说 要么是起点 要么是终点 你怎么得有至少一个 在你这个区域内 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依法纳税 为乘客购买乘运人责任险等相关保险 这里说的是 由平台 有滴滴这样的 为乘客购买 成员人责任险 而不是驾驶员 这里可以调过 说不得途中甩客 或者故意遭到行驶 不得违规收费 不得对举报投诉 其服务质量 或者对其服务 做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 实施报复行为 平台公司应当通过其服务平台 以显著方式将驾驶员 约车人和乘客等个人信息的采集和使用的目的方式 范围已经告知 约车人和乘客有什么区别 约车人不一定是乘客 比方说我约了车 我说 到哪个地点 接我一个朋友 我这个朋友是乘客 但我是约车人 未经信息主体明示同意 平台公司不得使用前述个人信息 开展其他业务 那如果 同意了呢 那就可以了 收集的 驾驶人 约车人和乘客的个人信息 不得超越 网约车业务所必须的范围 下面说来 还是防止信息漏 那这些数据 如果保证信息安全呢 所采集的个人信息和生成的业务数据 应当在中国 内地 存储和使用 保存期限不少有两年 那有一个题就很奇葩 他几个选项啊 中国内地 中国内陆 中国大陆 中国境内 你说这几个到底有什么区别 你区分开来有意思吗 而且这个数据存储 归咱们驾驶员馆吗 也不管 但是出这个题了 咱们就得做 那怎么记呢 咱们用电脑都知道 电脑里有东西叫内存 是吧 内存 而且存这些数据需要服务器 这个服务器是不是放地上的呢 所以地 会这样就会好记一些 法律下规定 不得以私人小客车合成名义 提供网约车的经营服务 也就是说 不能以拼车啊 顺风车这种名义 提供网约车的经营服务 监督检查里 没有要考的 这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就涉及到罚款了 什么时候罚一万到三万 构成犯罪 这就刑事责任 一万到三万的是 未取得经营许可 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 网约车经营活动的 这就说无证 这样伪刀编造 或者使用伪刀编造失效的 运输证 驾驶员证 同时网约车经营活动的 这还是说 正的问题 那就是 涉牌涉中 扣分重 这是咱们科目一里说的 但对这里也是生效 一到三万 那就是很多的罚款 涉政 罚款 很重 那什么时候 是五千到一万呢 我这里的是对平台公司的罚款 这里咱们就不需要管了 再来说这个罚款五十到二百的 字里有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有两个法规是向冲突的 同样是这几条 另一法规是二百到两千 这是六十三号令里了 所以到底怎么整呢 我又查了查 出咱们官方培训教材的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的两本书 一本是网约车的公共科目培训教材第二版 是17年发的 而另外一个呢 也是同样的出版社出的出租汽车驾驶员 公共科目培训教材也是第二版 这两本书里也是矛盾的 然后我就查了 网约车宝典和价格宝典 结合他们提库的准确性 我是这么认为的 应该取二百到两千 第一点来说啊 我发现提库里都是从出租汽车驾驶员 培训教材第二版里出的 那本书里呢 认定的是二百到两千 第二个 这个法令 不如那个法令靠后 第三点 很多罚款对于网约车来说 都是非常重的 五十到二百 这相对来说就是 不太符合这种 罚款的 感觉 比如说违规收费 途中甩客 故意照到 假如说是扣二百的话 好像 体现不出震慑里 当然我说这个震慑里并不说 该多扣啊 我只是从咱们法规这个角度来说 再说撤销和吊销 那撤销吊销呢 通常是驾驶员 犯了错了 出了问题了 犯了错了 不再具备从业条件 比如说咱们说的从业条件是什么 没有危险驾驶 肇事 吸毒 酒驾 没有暴力犯罪 如果说 这个条件他不具备了 那就说明他 犯了错了 犯了错了 对不对 或者他有更严重的违法行为 那他就要撤销或者吊销 而注销呢 比方说 这个人年纪大了 干不了 这是主观上没有错 就是年纪大了而已 那对网约车驾驶员的行政处罚信息 记入驾驶员和网约车平台公司的信用记录 再说一个设密 设密的罚款 这个设密的罚款呢 是2000到1万元 就是说 如果平台公司或者驾驶员泄露约车人乘客的个人信息 这个罚款量 那这个2000到1万怎么记呢 咱们可以看关键词 谢信 就像写信一样 2000啊 两人牵手 写一封信啊 两个人牵手 是吧 谢信 2000 OK这样记就好记 你看 私人小客车合成叫拼车或者顺风车 网约车什么时候报费呢 是达到60万千米 也就是60万公里 如果没有达到60万千米 但是使用年限达到8年了 是需要退出网约车的经营 如果原来这个车是非营运的 现在登记为预约出途客运 那是按照网约车的报费标准 就是他达到60万了 就要报费 如果这个车以前就是营运的 那就看看原来的营运标准 原来的营运报费标准 现在的营运报费标准 到底哪个先拿到 哪个先拿到哪个 标准来进行报费 啊 这个法规是2016年4月1日起实施的 OK 这个条例咱们就讲完了 咱们就想化了 咱们就想化了 我以后的 咱们就想化了